哎呀 哎呀 这谁啊 寄的什么啊 这么多啊 哎呀 什么东西啊 谁寄的 什么 小梅 这个石头 他前妻怎么给他寄东西啊 寄的什么呀 一厢礼 什么意思啊 什么不济 偏偏寄一厢礼 是巴不得 我和石头早点离婚是吧 哼 行啊石头 我看你是背着我 还和你前妻有联系是吧 今天 我就不让你们两个得逞 想让我和石头离婚 没人都没有 气死我了 哎呀 哎姑娘 你这扔的什么呀 一厢礼 我不要了 什么礼 这好好的怎么不要了 不想要了 这礼啊 确实好好的 你要想要 你拿回家吃了吧 哎呀 这年轻人 哎呀 这好好的 一厢的礼 就这样扔了 不客气嘛 这年轻人呀 真不为故 我呀 拿回家吃吧 哎呀 这天可真热呀 小梅 她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 喂小梅 喂石头 我跟你寄的东西 你收到没 给我寄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一箱梨 梨 不是 你好端端的 给我寄梨干什么呀 你自己慢慢体会吧 对了 我在梨下面 还放了十万块钱 什么 十万块钱 对 当初 我借你的钱 还给你了 不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这还钱就还钱 你寄一箱梨干什么呀 我想怎么寄就怎么寄 反正这钱你就还给你了 哎 哎 哎 真是的 什么毛病啊 哎 哎 月月 你今天 有没有收到我一个快递啊 收到了呀 那快递呢 在哪呢 扔了 扔了 不是 你没搞错吧 你扔了干嘛呀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是不是跟你前夕还有联系啊 他干嘛给你寄快递啊 不是你想什么呢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的吗 告诉什么呀 还需要你告诉我吗 他给我们寄一箱梨 他安的什么心啊 是不是想让咱俩赶紧离婚啊 哎 我也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行了 你消消气吧 这回头呀 我给他打电话 好好说说他 你还给他打电话 看来你背着我 你们两个没少联系吧 哎呀 行了行了你别胡思乱想了 行不行啊 你现在赶紧告诉我 那箱梨在哪 你看看 你看把你给着急的 怎么 你前妻寄过来的 你就很稀罕是吧 你想赶紧吃是吧 哎呀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梨什么的都无所谓 只不过那梨下面呀 放的有十万块钱 什么 十万块钱 是啊 箱子呢 梨呢在哪呀 我 我一看是梨 我直接抱着倒垃圾桶那扔了呀 什么 你你真给扔了 真扔了呀 我一看你前妻寄过来的 我气得不得了 我就直接扔了呀 不是 这这你扔之前 给 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怎么不说一声呀 你你办的什么事呀你 那当时我在气头上 我哪想那么多了呀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那钱是怎么回事呢 这 哎 前一段时间 小梅她父亲 不是生病住院了吗 急需用钱做手术 她当时呀 手头紧 没有那么多钱 我呢 就借给了她十万块钱 现在她有钱了 就把钱还给我了 好啊 石头 你竟然背着我 借给你前妻钱 你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怕你多想 所以才没告诉你呢 这现在不是把钱还过来了吗 行了 别说那么多了 你你把扔哪了 赶紧带着我去呀 就在咱楼下的垃圾桶旁边啊 你呀你 你给我去走 石头 哎 我就是扔在这里了 怎么没有了 你说呢 这一箱子东西你扔在这里 这无论换作是谁 谁都在捡走呀 我想起来了 我扔的时候 这里有个扫地的阿姨 她还问我呢 她说这好好的梨干嘛扔了 当时我生气 我说她又想要让它拿回去 我估计就是那个阿姨拿回家了吧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你看看你这办的什么事呀 你怎么还怪我呀 谁让你前妻把钱放在梨下面呢 我要知道有钱我会把它扔了吗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你你做事怎么那么冲动呀 你就不能等我回来吗 现在里都找不到了 你说我还有什么用呀 成事不足 被事有余 哎对了石头 要不然咱们去物业找找吧 肯定能找到的 物业找谁呀 找你说的那个宝洁呀 你看到她拿了吗 你想一想这里边有那么多钱 就算真是她拿的她能承认吗 这这里应该有监控的 她怎么会不承认呢 监控这里是监控的盲具 难道你不知道吗 就算监控拍下来了又能怎么样呀 谁能证明这阿姨抱着箱子的时候 里面就有钱呀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吗 怎么办能怎么办呀回家 哎 现在好了吧钱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你怎么还埋怨我呀 谁让你不提前告诉我的 谁知道你手那么快呀 这我接了电话就回来了 谁能想到你把东西都给扔了呀 那也不能怪我 就怪你前妻 那寄什么不好 偏偏给寄离呀 这钱是咱们的 你怪他 怪他有什么用啊 他会把这钱还给咱们吗 我看 你前妻啊 他就是没安好心 他就是不想让咱俩好过 他是不是还巴掌想跟你复婚呢 你看看你 又在这里胡搅蛮盘了 这我的东西 你扔之前至少也要给我打声招呼呀 你哪怕多跟我说一句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 我说 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我扔你前妻寄过来的东西 我还有错了 你扔之前至少给我打声招呼 告诉我一声呀 你怎么不说你前妻啊 还钱就好好还钱呗 干嘛搞这一出啊 还把钱押到犁的下面 什么意思呀 他说里面有钱 谁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钱呢 你 谁啊 谁啊 来了啊 小伙子 你找谁啊 你是这家里的人吗 是啊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不对啊 哪不对啊 阿姨 姑娘 是你啊 知道 我扔的梨 就是 就是个阿姨前走的 什么 阿姨 是你捡到那箱子里啊 我就是说嘛 我是干着箱子上的地址找到的 我就说 扔东西的时候是个小女儿 这什么变成小伙子了 阿姨 那那那梨是你前走的吧 是是是 就是我 阿姨 那一箱梨 我们可以不要 但是下面有十万块钱 你能不能还给我们呀 我今天来啊 就是我了这件事 当时 你丢梨的时候 我打开一干 梨也挺好的 我就抱回家了 让我孙子吃了 后来 夏天啊 发现有十万块钱 我怕你们着急啊 就赶快乱到地址啊 给你们送过来了 阿姨 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谢谢你阿姨 哎呀还谢什么呀 你们那箱子里啊 都叫我的孙子给你们吃完了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阿姨那梨没事 这我们呀 也没想着要回那箱梨 你们看他够不够 如果够的话 我还得赶快去打个卫生呢 阿姨 你先别着急 这钱啊 我们不用点了 既然你能把钱给我们送回来 就不会想着 贪图我们的这些钱 那个为了表示感谢 阿姨 这这一万块钱 你拿着 哎呀小伙子 你看看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你没弄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要一杯呢 你你还是收拾吧 我赶快去打倒卫生了 哎阿姨 老实话别走了 进来坐门了 这 哎 新年 可真是碰到一位好心人 是啊 这阿姨啊 是个好人 你不是说 他是环卫工吗 对 就是咱们小区的 既然阿姨不可以要下这笔钱 现在的天气啊 也热了 回头咱们多买一些食品 买一些饮料 送到屋里 喂喂一下这些环卫工 行 都听你的 哎 哎 好了 现在啊 钱也跑回来了 走吧 以后做事不要这么冲动啊 知道了 唉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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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